你想跟你媽媽贊 我跟他有沒有血緣關係 現在都開始做了 這個男人跟你媽媽有關係 你跟你媽媽有血緣關係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 Hello 這個故事也挺juicy 我們有Freda 我們正經一點 雖然這件事是juicy 但對當事人來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是跟你繼父有關 不是踩中你的尾巴 嚇死我 我沒有心的我沒有針對你 任何人的 不是 真的聽的 我沒試過 就是看電影就知道 就是你未認識過這樣的個案 Hello Freda Hello 事件是怎樣的 以我所知 我幫你開場白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難開口 因為他媽媽很後期才有改嫁這個先生 就是他繼父 所以他很長大 你如果不介意我爆你的年齡 他三十左右 OK 所以他就 很後期認識了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 就跟他有些東西 你是怎樣開始 現在發展到去哪裡 其實是這樣的 讀書的時候就讀女校 畢業之後就 Marketing是女人比較多的公司 所以就比較少認識異性 其實跟他怎樣開始呢 就因為媽媽很小的時候就跟我爸爸 就離婚了 前一陣子帶了婚的老公回來 叫做我繼父 結婚了 他對我很好 他有準備想結婚 但也叫老公 但他們一起住了多久 沒有問題 但好像不久 大家都決定一起 所以他就帶回來家裡 給你見 對 帶回來一起住 然後他年紀比我 25年左右 但他看起來很年輕 或者可能覺得他有魅力 可能未必每個人都這樣想 還有我覺得 住了他對我媽媽 都是很平淡的 所以跟我就會有很多心思 沒有了我媽媽一起住 大概大半年左右 即是你們是有一起住了 是啊 就過去半年左右 但我媽媽不知道 應該都不知道 知道都拆了天 那現在呢 現在你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是什麼呢 我覺得我好像愈來愈不可以 為了這個人 我可以為了他 沒有再去主動 或者很想去認識其他男人 或者再約出去 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愛這個人 即是直白一點 你想跟你媽媽讚 是嗎 即是又不是爭 但我跟他有沒有血緣關係 現在都開始了 你跟這個男人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這個男人跟你媽媽有關係 你跟你媽媽有血緣關係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媽媽是正人 然後你又想跟這個男人一起 即是你想跟你媽媽讚 你這樣說了第二個問題 我本身只是看到 繼父這兩個字 現在你多了一個媽媽 這個情況又有道理 即是很複雜 我只是問阿米 是 他跟這個男人的開始 是否不對 是錯的 是錯的 那個是你媽媽的另一本 你媽媽去到這個年紀 去找你一個本 很坦白 這個年紀 你想要幾均裂 平平淡淡 差不多 但你現在這個年紀 跟你媽媽爭 你有沒有覺得當初你的舉動 已經錯了 這個男人對你好 可能當初是源自於 你是他未來太太的女兒 愛屋及烏的狀態 然後由於可能 你從小對異性的相處都相對較少 你不明白 你有機會可能誤會了這種關心 是一種愛 或者你誤會了這種 父愛 是愛情的愛 或者可能會有 少少父愛 但是我覺得 我們也有做到情侶應該要做的事 或者可能有少少部分 可能是因為我 因為我 但是 我也知道 我知道這件事 真的不對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很喜歡他 我真的想你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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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你喜歡一個人 沒錯 但我只是想說 當初你未對他有感覺的時候 其實你很清楚 那是你媽媽的誰 那情感發生了 是你可以選擇去控制 而你選擇去開始 那你開始還要半年 我們沒得可以想你怎樣 你打得上來 你一定有兩個感受 就是你都覺得 好像不知道怎樣 面對你媽媽 找不到你出路 我覺得這個時候 不是說把責任 要拉回那個男人 冷靜點 而我覺得 他也有那個責任 要去處理 他們現在是結婚了嗎 他們結婚了 我後來才知道 一開始他沒有告訴我 我媽媽也沒有說 但他們老公前老公後 以為只是口這樣說 後來我們一起做 然後他才告訴我 這些很棘手 因為對你媽媽來說 無疑是一個傷害 傷害大了 我就不知道 但肯定有傷害 因為你媽媽本身 已經在婚姻上的路途 都不是很順利 在這個年紀 找到一個男伴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後她對她的信任 也帶到可以讓她回來 跟她一起住 然後你再一個麻煩 就跟她這個男伴走在一起 我哪怕這個不是你 不知道是旁邊的房子 黃太太 還是她公司裡面的張小姐 都好 你媽媽的打擊都十分之大 如果這個是你 是她親生女的話 嘩 我都想不到有什麼打擊 會再大了 我想你暫時唯一可以做的 你跟這個男人去談 究竟要怎樣去處理 這一段的關係 究竟要繼續 還是不繼續 我都很肯定你沒有了這個媽媽 真的嗎 媽媽只有一個 男人可以有很多個 好過她這樣的男人 一定都有 你30歲而已 我純粹計算而已 媽媽就沒有兩個 我不可以找到一個好一點的媽媽 Tanky我會選媽媽 你沒有選擇嗎 阿米 一定不選媽媽 我會放棄那個男人 不是因為我媽 是因為這個男人太貪心 未必可靠 但無論你怎樣都好 其實這件事很明顯 就算你選擇繼續 兩邊都不管 繼續這樣維持下去 各結局都很明顯 你媽媽無法瞞到她一輩子 是不是 不知道 沒可能 但我只知道她無法瞞到自己一輩子 當然 這個破口太大了 你們要住在一起 推敲多五年後 十年後 沒可能瞞得住 即自保不住房子 交給你 無論最後你自己的決定是怎樣 我都相信 你都有一個很沉重 或者不容易決定的選擇 人生就是這樣 我真的很強調 情感是控制不到的事情 但它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我覺得反而去想 如何處理後面的路 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你會處理得好 好嗎 選擇清楚 考慮清楚 的確 剛才那些我純粹個人意見 我們不會慫恿你去做某一個抉擇 但是這個很肯定 就是你做的抉擇 其實很明顯看到後果是怎樣的 你會得失誰 你想清楚你就去做 我不質疑你的愛 但是一定會有更愛 一定會有下一個更好的 是 我都同意 但都是那句 我媽媽就沒有下一個更好的媽媽 或者我更愛的媽媽 好嗎 OK 希望你過得好 幸福 再見 我會覺得這個男人真的很慘 這次真是很壞 一開始 就錯 那個男人錯 那個男人真的很好錯 不是 女生也有錯 我覺得Fredda 她都不成熟 我覺得她缺乏那個 性感的認知 她都說 她很少接觸異性 很少會有異性 可能對她 很多會被知 很關心 其實很容易中 那你現在這樣說回來 我也覺得對 令到Fredda 跌入這個兩難的陷阱 那個男人都負很大的責任 很大的責任 其實有些事情你做多做少 然後你感覺到她對你的行為 有一些異常的反應 其實你就應該要表態 不是 你自己也有少少想沉下去 沒有啦 如雨紅掌你老了 還不是想向情人接服 還要說 我剛好和你媽媽離婚 好玩什麼 在繼父繼女這些情況 都聽不少這些故事 其實這個陷阱很容易跌入 因為太近了 你很容易發生很多思考 你又很清楚我和她是沒有血緣關係的 那是否等於可以亂來 當然不是 至少這個陷阱很大 其實是危的 因為那條線很模糊 究竟怎樣的關心 和怎樣的說話 是欺負到好處呢 有時候你做得不好 人們就說 你好像欺負過繼女 或者繼仔 好像不是親生就 對別人不好 其實很難做 那個年紀都是有點尷尬 差距 有一個嬰兒就開始 就已經是一步 我覺得可以 但如果不是的時候 去到那個年齡有點近 其實外國有很多案例 很奇怪 不知什麼 結婚後後來 女兒和女婿離婚 最後女婿變了自己繼父 就是和媽媽在一起 很多的 看你自己開不開通 可能觀眾也會覺得 我們兩個不夠開通 沒有的 夠開通 其實可能真的不一回事 理論上就是可以的 對 因為她已經離開了我的關係 對 只不過下一任是我媽媽 對 你沒得說 哪一人可以控制 人家的下一任和上一任 是誰 沒有的 可能真的開通 一些人都會覺得 沒有的 那你合作來 不合作去 分開了 我和誰在一起 其實你都沒有說話 只不過我再和她一起 原來是你的女兒 或者你的兒子 或者你爸爸 是你的媽媽 那就是 好了 花心就吃完了 直到這個情況下 她也不知道 三米煮了成熟 其實我也很不好意思 我聽到她哭 我真的有點心痛 哈哈 like這條影片 share 出街 好吧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個小鐘 我們下集就會通知你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